當然第一個這個朱立倫的眼光放很遠啦 就是說這個對他來說當然是這個 第一次在想著自己的這個主席保衛戰嘛 那這個第二雷當然這個這一件事情你看 大家還在釐清事發經過的時候是怎麼發生的 他就已經想到說 接下來民進黨很有可能會對國民黨雙北市場進行攻擊 所以我身為黨主席 你們不要扛我出來扛好了 所以他就先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當然這個是在嘴他哦是玩笑話 但是實際上是什麼 確實他就跟柯文哲一樣嘛 需要舞台嘛你看這個柯文哲現在就當黨主席 然後這個沒有人討論他哦 那朱立倫很難得耶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黨專業的記者會 都是交給發言人啊 或者是立委啊議員啊 這些民代來出來開記者會 但是昨天主席親自上陣開記者會 我想說哇昨天是發生什麼大事了 但當然這件事情是這個社會輿論都都很關注 很重要沒錯 但是以過往的經歷來看 很少黨主席親自出來開記者會 那我必須要講哦 這個現在哦 連我們這個剛接任文傳會主委的這個李彥雄 立委員李彥雄他在講說這個 單一推責 這個無助後續處理哦 所以這個彥秀要小心了哦 到時候可能跟我一樣 跟你一樣 對可能跟我一樣要請職了哦 哈哈哈哈 但這個就看得出來 其實黨內對於這件事情也是不買單的嘛 確實這件事情我講真的非常非常的氣憤 哦 我覺得大家都一樣 這件事情第一先無關藍綠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必須要去究責要把它搞清楚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馬上就出來噴政治口水 今天即便是民進黨的人出來講 國民黨的人出來講 我都講一樣的話 你在這個時間你就馬上出來噴政治口水 大家會想說 哎啊現在是怎麼做 都還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而且我講難聽一點 萬一最後真的發現 不幸發現萬一真的跟 我們執政的縣市有關聯 有責任 那請問一下 這不是在打臉自己人嗎 我們知道看起來現在是這個 一切是指向是保母的問題 結果 現在所有人 尤其是昨天耶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我覺得絕對要檢討 這太離譜了 你把一個社工然後當眾這樣子扣出來 然後讓媒體拍是怎樣 覺得說好像想要做戲做秀嗎 就是說好像我們先抓一個替死鬼出來 然後讓輿論去踏拔 他就解決這一件事情 這太離譜了 這個 大家搞清楚 施暴的人是誰 是流性保母 他還有姐妹對不對 那不是這個社工 公有責任 但是其實是外圍的間接責任 他是算是去訪市的時候不夠充分 不夠了解那個狀況 對我講難聽一點 你退萬步也好了 你即便要作秀即便要輿論好了 你如果靠這個保母 大家可能還會覺得一片叫 你靠這個社工幹什麼 所以說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要不要檢討 這個絕對要嘛 無論是台北市 講話要要求 還是這個內政部也要要求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要錯 所以昨天 這個我選面他發言他就講說 錯就錯在誰要叫你當社工 做好的時候這個當你應該出事的時候 被肉收變成過街老鼠 難怪他們就說這些社工的前輩都說 上輩子殺人放火 這輩子才會當社工 這個是在社工圈他們裡面流傳的一句話 所以昨天 他們在自嘲啦 就是說覺得自己的命很苦啊 苦情 講真的 如果大家知道這個社工的待遇啊 等等這些工時長 責任壓力又大 講真的你除了第一要面對個案 第二要面對這個家屬 甚至是轉介的這些上級機構等等這些的壓力 所以其實這些社工人員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包含有一些醫療集團的這些 這個這個董事長等等 他也常常捐款給這個俄福聯盟嘛 他也在出來批評 他就講說 他們當然批評俄福聯盟 但是他也在講說 確實這些社工的待遇相關的這些待遇 必須要去把它提升 要不然好像出事就社工扛 那我覺得講真的講話就是說 政治口水在這個時候真的不需要 我們先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包含說像昨天有人在那邊怪王玉銘等等 我是覺得我要幫他講一下 他確實當過俄福聯盟的執行長 可是他在當的時候 是2012之前的事情 那現在是董事沒有錯 那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昨天才發現說 原來現在俄福聯盟的這個董事長是林志佳 他也當過立法院的秘書長 那我們要說是林志佳有錯啊 沒有我覺得 他有出來扛啊 只是他扛的很不美啊 扛到又被罵啦 所以我覺得俄福聯盟絕對要檢討 你說他45.9億的資產 然後這個他的捐款支出 只有這個48%等等這些 這個要不要去檢討 因為他要拿了很多政府的補助 這個絕對要 但是我們現在應該要趕快做的是 釐清這件事情 以及包含地方政府 我們在訪市等等這些過程 有沒有什麼疏漏 跟未來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補足的地方 另外朱立倫講說 這個是社會安全網的波動 不好意思 這個跟社會安全網是兩回事 社會安全網不是用在這個詞面上 他已經進到社會安全網 他已經進到社會安全網裡面 所以執行面確實很大 其實俄福聯盟就應該是接住 這一些的社會安全網的那個網子 結果他網子破掉了 這個根據我多年前犯錯的經驗 所得到的教訓 當你做了錯事的時候 你只要講九個字就好 我錯了 我該死 我改過 就是這樣 現在大家會火上加油生氣說 你還要在那邊辯護 所以我先呼應一下敬妍的說法 因為能夠跟敬妍一起罵朱立倫 真是一件開心的事 因為 我就很奇怪 就是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中央跟地方變成一個對立的名詞 照理講 地方跟中央是從屬的關係 是協作合作的關係 大概是從疫情開始 對 就是說沒有 就是說以前嘛 1990代 譬如說地方政府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政府 出了什麼事情 我也沒有聽到過說 都是中央害的 但是自從國民黨落入 淪入地方之後 好像八年時間太長了 而且現在還繼續下去 就膝蓋性的反射 就什麼事情 我先踢給中央 所以我覺得敬妍 你也難怪這個 在國民黨裡面 覺得那麼的孤單 因為我聽到其他來民 也都說 那俄福聯盟是中央給錢的 當然衛福部要負責 就用這種說法 我給你錢 所以我應該要負責嗎 所以在這種情效 那最重要說 這個事情開始 你看沒有人 大家回頭去看 沒有人在批評說 新北市政府的錯 台北市政府的錯 或者俄福聯盟的錯 大家都只是在要釐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朱立倫第一個出來 對 第一個是你先炮打中央的 那你現在沒辦法 好啊 那你要開炮 那民進黨也不能就讓你亂打 那大家就轟起來 轟到整個事情變成政治性的事情 藍律又各自歸位 你說你的錯 我說我的錯 那到底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到底你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都沒有 模糊的焦點 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 因為朱立倫現在有這個毛病 就是就像司法一樣 你陽文科被交保了 你就說我相信司法會還 縣長的清白就好了 他不是 他說我們要全黨來捍衛他的清白 是怎樣 你要攻打法院嗎 你要捍衛清白嗎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朱立倫 你難怪就是說你 你連美式總統什麼人選的 沒有人民調要調你的 沒有人要理你 你就是一個這樣 就我覺得作為黨主席 你帶頭這個樣子 你真的是會連累整個黨 然後第二個我們就要回來講說 這個社工的事情 這個我要講一下 不好意思 大家耐心一點 講一下人類史 人類古代因為沒有知識 迷信 所以如果我這村子發生瘟疫的時候 我就會抓一個人去祭祀 又活人去祭祀 這個在各國都有的 那後來呢 我們就覺得說人太殘忍了 所以就用牛用羊 所以我們講犧牲嘛 犧牲兩個字 其實就是去拜神的牛羊 但是在西方 他們就演成西方 我們找一個誰 找巫婆 獵巫 都是你害的 那現在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在看 就是在獵巫嘛 這個 這個女生 好啦 過世至死 對 好 偉招文書 就算這兩個人在坐實了 這有很重的罪嗎 他有逃跑嗎 他有反抗嗎 你把他上告是什麼意思 你就是純性在作秀嘛 現在連警察檢警 也在網紅心態了 我就給他看 你看我多麼重視這件事 多麼重視這件事情 拜託 尤其是媒體 他們搞砸了 被懲處了 而且 你們兩個保姆 兩個兇手 也有馬賽克 他沒有喔 對啊 你這是什麼道理 所以我覺得 這一種心態是非常可怕的 當然我們要檢討的是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說 大家現在很痛心的時候 我們就說 啊 該死 然後找一個人出來叫他負責 叫他去死 找一個無婆來燒就好了 包括王玉民在講什麼 這個聶兒死刑 這 拜託大家冷靜一點 我們不要每次新聞 那時候 酒駕駛就 酒駕駛死刑 酒駕駛死刑 唯一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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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這個樣子 法律有平原則嘛 以後違規停車都要關三天 對啊 你任何事情有一定有更重的罪 你都沒有 然後這兩件是因為你在新聞線上 你不開心 你就說要死刑 這就是一種 這就是在操弄民粹嘛 所以你王玉民講這樣的話 前面的部分我不跟你計較 你講這樣的話 就表示你是很不負責的 那所以我們真正要 我能夠檢驗的 因為政府機關的事 兒福聯盟 因為我也有 晚輩曾經到這種 就是這些民間 他們不只是浪費大家的錢 他們還很浪費人力 他說他去那邊做志工 他就叫他來 也沒有介紹說 我們這個單位的精神 跟大家 這些其他志工朋友 一起培訓或幹嘛的 直接叫他打電腦 起文件 每天起八個小時 他一個禮拜 只有一個人跟他講過話 他說 我是來 免費販賣 我的廉價人力的嗎 所以他後來就不做了 那對錢也是一樣 兒福聯盟 我們現在要質疑他的是 你看 2019年收入9.1億 支出4.9億 只有到53% 對 2020年 7.8億 支出4.6億 59% 有進步 2021年 收入7億 支出4.5億 64% 更進步 2022年6.3億 支出5.1億 80% 他覺得有進步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依法 五千萬以上 你就 你的支出必須要佔60% 1億以上 你的支出要佔80% 所以他 他勉強只有 他只有2020 對 所以他拿出來糊弄人家